天氣變得越來越冷了 這場戰爭有人說幾個禮拜就會結束了 但這已經是第二年的冬天了 我不確定跟著這兩個說謊的傢伙一起到這個地方能不能夠撐過這個冬天 但至少我現在有一間被炸爛的屋子了 我叫做Catia 是一位記者 昨天晚上我和Enry卡到了收水站去尋找乾淨的水 Pavel他生病了 他很需要這些乾淨的水 我們在作水站裡遇到一個男人 他被我們陷到這裡 Mari 沒記錯的話他叫做Mari 他說他能夠封我們一些水 但作為交換的事 我們必須給他一個安全的避難所 我們帶著Mari 一路走回避難所的同時 四周的炮擊聲沒有間断過 回到了避難所 Pavel不在了 避難所像是被轟炸過一樣 客廳被炸出了一個大洞 也許Pavel逃出去了吧 一切都毀了 Mari說他在戰爭前是個工匠 他能幫我們做一些鏟子還有基本的傢俱 我們現在正在瓦力堆裡尋找還能使用的資源 天啊 真是冷得要命啊 卡蒂亞說的那個Pavel的故事 我看起來像是這麼好上當的人嗎 算了 就姑且待到冬天結束好了吧 兵人手裡的傢俱都被炮彈給摧毀了 沒有一張床能夠用 不過剛剛在我A堆裡找到了一些木板 應該能用這些來做一張床吧 不管是我也好 Erica也好 還是Mari 我們都可以人流地收這張床 他如果回來的話 他也會需要的吧 這棟房子的狀況實在是有夠糟的 先來幫那兩個女孩做一把鏟子吧 這裡真是亂得不像話 要做出鏟子的話 我會需要一個鋼鐵工作台 原本那個木製的工作台 沒有辦法經歷那種悄悄打打 我的手動僵了 剛剛那兩個女孩蒐集的物資 應該足夠我做一把鏟子了 有了鏟子之後 可以把避難所那些瓦楞堆給清乾淨了 卡蒂亞 Erica 你們先去看一下房子哪些地方會用到鏟子 我等一下做好就把鏟子滴給你 我們會需要更多的水 儘管Marin今天早上帶回來的那些水 能夠讓我們撐上一兩天 但如果我們今天不再開始準備的話 幾天後我們又會沒有水可以用了 把樹上結了霜拿來熔掉似乎是個好主意 外面刺骨的冷風一直吹進來 不把那些破洞用木頭補起來的話 不用幾天我們都會感冒的 把鏟子挖下去的每一刻 都很怕看見Pubble的聲音 我一直在催眠自己 她已經離開這張房子了 也許哪天早上 聽見誰都敲門聲 可以再看見她的笑容 Marin做了一隻翹櫃 讓我們可以打開一些 我們原本鎖起來的門 說起來真可笑 為了防止其他人來搶我們的東西 我們把它鎖起來 現在鑰匙在瓦地堆下面 櫃子裡面找到了一些珠寶 這年頭珠寶能夠做些什麼 換一些食物嗎 還是請求入侵者不要殺了你 這樣子材料也夠了 可以來做一個爐子 現在是誰要來幫我們下廚 沒有記錯的話 地下室最右邊那扇門 似乎沒有挖過吧 終於能夠把這扇該死的門給打開了 在Andrew發瘋以後 把一些藥品藏在裡面 甚至用木板釘起來 不准任何人靠近 這樣子 最基本可以煮東西的爐子 就建好了 會需要更多材料 來升級爐子 省下一些燃料 這下可好了 剩下一個繃帶 Andrew他離開之前 到底拿走了多少東西啊 我還是要更多的零件來做出另一張床 躺在這雜亂的地板上 這不是在我原本的計畫中啊 看樣子 這裡已經沒有足夠的零件可以用了 我累了 希望今天晚上 Erica還是Katia都好 出門搜尋一點食物和零件回來吧 Katia說 她今天晚上要出去外面找Puffle 她說她要去隔壁破舊的公寓看看 也許Puffle逃到那裡避難也說不定 辛苦Katia了 但我真的需要休息 這個地方安靜得不太像話 讓你有一種馬骨爽然的感覺 更何況 到我的窗外還有個男人過來搖擺上那裡 還有個男人過來搖擺上那裡 唉 帶一些東西回去吧 Mari說她要用到這些材料 老舊的一個村裡還剩這些東西 因而用了用品 奶瓶奶醉 他們絕對很敢的離開 又或許 他們再來用不到這些東西 他們再來用不到這些東西了 這間房子看起來應該是沒有人了 Puffle看起來本來這裡的樣子 他到底是跑到哪裡去了 找到一些基本的物質是很好 找到一些基本的物質是很好 但是木板實在太重了 我沒辦法帶這麼多東西 我想我需要一些食物 現在也才十點 也許二三樓還有些食物能夠讓我帶回去 OK 這樣應該能夠讓我們撐過一天了 也該回去了吧 我也讓Erica太擔心 門外面 很表忍 也許 preferably 再等等 你們 嘿 plague 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